画这个娃娃的脸之前呢 我们要先用铅笔 把她的位置 眉毛眼睛的位置 先把她抓出来 这样子比较不会失误 像男生的眉毛应该比较粗一点 然后比较往上 用铅笔的好处就是你画错了 就可以马上把它擦掉 然后我们在画两边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对应 这样才不会画的一边高一边低 画眼睛也是一样 这样子眉毛才会一样 然后画眼睛的时候 先把它的轮廓画出来 那你画这边 你不知道好不好看 没关系 现在先把它位置画出来 画完之后呢 再反过来 你反过来这样画 它比较会 眼睛才会一样 一样高 先把它画出位置来 这是两个眼睛的位置 然后画眼球 那画女生的方法也是也是这样子 再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压克力彩 然后用细线笔或者是面相笔 先来勾了它 不要一次就用黑色的 你一次用黑色的话会觉得很死 然后呢 两个眼球的方向也要一样 不然就会变成斗鸡眼 不怎么好画 不怎么好画 我首先会变成斗鸡眼 那男生的嘴巴也是不能太紅 太紅就變成女生了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想要給他做一點明明的話 你就用一點藍色的 給他一點雙眼皮 我現在用的是壓克力材 那女生的方法也是一樣 只是女生的嘴巴要畫小一點 現在用黑色的來勾了他的眼線 他的瞳孔用黑色的 好 那你現在如果說想要這個男生在 這個感覺是在 那個好像鸚鵝一樣 那個好像鸚鵝一樣 鸚鵝一樣 眉毛再給他粗一點 因為現在還沒有裝上頭髮 所以感覺會怪怪的 那我們要先這樣畫完之後再來做頭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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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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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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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